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从哪里 我认识你 即使摔坏了又能什么样子 小孩子不都是在磕磕磕磕中成长的吗 越摔越成熟 我们经过三天的时间 终于到达十前美岛 哪天晚上刚到的时候 天边的太阳刚刚要落下 天整个天都是红色的一般 非常非常的美 在有一天在我们乘船出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对来自于法国的 带孩子旅行的朋友 今天在路上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了 很难得 他们这次就是用自行车的方式 在整个东南亚骑行 孩子他坐在一辆拖挂车上面 你从哪里 我认识你 是他们的宝宝 你好 这两个小孩子特别有意思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还有一点点陌生的看着对方 但是不超过十分钟时间 他们俩已经很开心很快乐地玩到一起 这两个小朋友实际他们的语言是任何的不通的 一个说中文 一个说法语 但是这些语言的不通 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玩闹 在四仙美岛附近有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名字叫做孔瀑布 在这里大块地区当中 是一个瀑布接着一个瀑布 连绵不绝了 往水里往远一点 附近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峭壁石头 小金妈对她特别的感兴趣 她问我说石头可以爬吗 我说可以 小孩子天性里面都是喜欢到处爬 到处钻 到处用手指摁 我觉得这是他们天性里面的一部分 然后小金妈一点一点的又开始往上再爬一点 直到爬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的时候 小金妈有一点点害怕 她还问我我可以吗 我告诉小金妈你可以的 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你还可以继续往上爬的 这就是我们对她的一种教育 自然的教育 赤脚的教育 现在在湄公河也是东南亚最大的瀑布 后面 看后面 哇 好大的瀑布 小金妈刚才爬石头了 好勇敢 是不是 是不是 即使摔坏了又能怎么样子 小孩子不都是在磕磕磕绊中成长的吗 越摔越成熟 法国夫妻告诉我们说 在法国 带孩子出去旅行 是一件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 他身边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带着一个月的孩子 两个月的孩子 带他们一起全世界到处旅行 法国人有一个理念 这么美的世界 为什么只夫妻出去呢 为什么只有爸爸妈妈出去 而把孩子放在家里呢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很不讲规矩 很不道德 甚至有一点点犯罪的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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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